今天我们来看一台二手吉普大切诺基 车子是2014年上牌 2014款3.6精英导航版 目前里程10万公里 二手价格15.59 说起大切这车的气质 你说它有多硬气 倒也不会特别的极端 因为大切它显然不是一款原始 且不修蝙蝠的车型 在很多细节上 它还是尽力的去堆料 实际的驾驶感受也很柔和舒适 大切拥有超过4米8的车长 和2.9米的轴距 从尺寸来看 这车是一个妥妥的中大型SUV 但它面试的时候 运动和豪华已经成为这个级别的风向标 但这样的风向标 显然不符合吉普泥巴佬的定位 所以大切只能两头兼顾一下 我们能在这台车上找到宽厚的座椅 内饰也是堆料感满满 隔音也不错 音响虽然没牌子 但是效果很棒 但除此之外 它依然保留了吉普强悍的四驱 和夸张的离地间线 而且这也是同级别的SUV当中 少数几个带低速四驱的车型 像空气弹簧这样的东西 在别的车上都是为了提升舒适性 但在大切车主眼里 这玩意儿就是进一步提升底盘高度用的 可以让车爬过更离谱的障碍物 大切这台3.6的发动机 截止目前也是克莱斯勒和菲亚特旗下 旗舰车的一个选择 只不过马沙拉蒂把它的排量缩了缩 并且加了一个涡轮 不同于发动机的干脆有利 大切的底盘的调校风味还是偏舒适的 它隔绝了大部分的路面电波 和现在SUV越来越运动的流行趋势差异很大 另外一个不得不提的就是大切带有丰富的驾驶模式 大切的车主都知道 这几个旋拟那都不是花架子 因为大切它发动机的动力冗余比较多 再加上一个很聪明很强大的电子显滑系统 工程师在根据自己家丰富的越野经验 开发出来的驾驶模式 这个自然是很能打的 你要是遇到实在汤不过去的河 爬不出去的坑 那就打开同级对手都没有的低速四驱模式 咱们慢慢挪 但要是还搞不定 那就去车友群里喊不马人过来帮帮忙 现在一台3.6排量的大切 里程年份差不多的车员 行情区间在15-17万 基本上就是同年份X5的一半的价格 咱们这台现在卖15.59 算是中等偏下的一个位置 虽然说大切可选车员比较多 但是我真不建议大家一味去看低价车员 因为这个车它开着舒服 非常适合跑烂路 所以市场上有很多里程贼高 用的贼狠的二主车员 对吧 这事大家应该都比我懂 另外因为后期3.6的大切停止进口了 再加上3.0的新车价格非常贵利 所以市面上更多的是3.0排量的二手大切 价格也更有优势一些 单纯的从玩大切的角度来说 3.0版本它的选择余地更大 性价比也很不错 但如果你特别在意动力 在意配置 在意每一个GIP玩家都很在意的空气悬架 那我还是推荐3.6的 最好是5.7或者是SRP 如果能买得到